在战争期间 有许多人受到非人的磨难 有些人在那残忍的利益之争中死去 也有人侥幸活了下来 不过那些活下来的人中 有的变成了终身残疾 在二战的时候 芬兰有个著名的狙击兽 被人称为白色死神 在一场战役中 他被一颗子弹打掉了半边脑袋 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的功绩至今无人超越 他就是习摩 习摩出生于芬兰的一个小镇 二十岁的时候入伍 不过一直到苏芬战争爆发 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士兵 不过他却有一身的绝技 他擅长滑雪 同时也是个优秀的猎手 在1938年 德国入侵奥地利 苏联为了扩大西北边境 提出要和芬兰互换领土 但他们却没有诚意 只用一些贫洁的地方 来换芬兰赋予之地 所以芬兰拒绝了 之后苏联以此为借口 向芬兰发动了战争 约有45万苏军入侵芬兰 而当时芬兰只有3万正规军 以如此少的人数 对抗苏联 无异于一乱击石 所以芬兰被打得溃不成军 但芬兰很快冷静下来 重新组织起来 抵御苏联军队 因为人数有限 他们就采用了游击战 这种战术很有效 能够化整为零 把敌军搅得不难安宁 然后形成一个个小的包围圈 让敌军搅分支 和其他部队失去联系 凭着芬兰人对地形的熟悉 这一有利条件 苏军被打得晕头转向 损失惨重 就在这场战役中 芬兰的狙击手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席模正是此时激发了自己的潜能 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狙击手 席模的个子不高 只有一米六左右 这种瘦小的身材 更有利于他的埋伏 凭着自己超高的滑雪技能 和精准的射击手法 他很快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狙击手 在短短四个月的战斗中 他干掉了五百多名敌人 席模的M28机枪 并不是最先进的那种 他甚至连瞄准器都不装 就是因为不想反光镜 暴露自己的行踪 所以他都是靠眼力 他甚至能在七百多米外击中敌人 这么远的距离 让人难以想象 席模不仅是一个狙击手 他同时也是一个游击队员 据说他也曾杀掉两百多名苏军 只是这个数字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苏军给了席模一个称号 白色死神 在芬兰 优秀的狙击手很多 而且他们的枪法也极准 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只需一到三发子弹 就能干掉一个敌人 由此可见狙击手的厉害 正是因为这些神勇的狙击手 第一批进攻芬兰的苏军 没能占到便宜 斯大林甚至不得不增加兵力 出动了几乎是芬兰三分之一的 全国总人口的士兵 最后芬兰因为势单力薄 不得不与苏联讲和 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协议 让出自己的一部分领土 后来投靠了德国 在德国的帮助下打败了苏联 习摩在一场战役中 被苏军的子弹打中 脑袋都被削掉了一半 然而他还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而他的传奇经历 也被人们称赞不已 但是当人们问他 要如何才能做到 像他这样精准的射击 他只是淡淡的说 只要勤加练习就可以了